把你的构建好了这个数据源传进去 把这个render宣传器传进去 它就会自动给你返回一个 最后返回一个构建好的仕途 仕途构建好了 你是不是往你这里边一天就能 对不对 而且你没你发现了吧 它这个空架是不是封装了思想特别好 分离和抽象特别好 宣传器有吧 分装出来的数据源 所有的顶图 我管你什么顶图折线图 什么这图雷达图什么图 是不是都要有数据源这个概念 对不对 管你什么图都要有这个渲染器这个概念 所以说这就是类的这种高度的抽象和封装 你总结出你这个要封装的时候 空架里边的所有的它这个规律 对不对 把它给抽象出来 你最后写出来这个程序 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 非常好的一个面向思想的程序 它这个就是这样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边是一个数据源 是一个宣传器概念 我现在要调这个折线图是不是也很简单 你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图 对不对 比如说折线图 烂 是不是 还是这几个数据啊 对不对 只不过是传的类型 你要你有其他的类型 对吧 所以说一个空线封装的好 还要看到哪 调用起来清洗方便 而不说很复杂 用你的类我得要记这记那 对不对 你看它这个东西写的很复杂 但是它调用起来就这三步完事 对吧 这就很好的一个 好 我们的这个 生成这个图表呢 就讲解到这一块 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猜员的 我们有兴趣中学 可以下来好好研究一下 它的这个圆埋 对我们的这个 日常的这个工作学习 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就我们这个 呃 是 生成图表这一块 呃 另外一个 这两个空件的名字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一个就是GSL 你在网上一搜就有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比较有名的 Chair Engine 这个 专门在安卓下面 用的这个一个引擎 是吧 其他的引擎也有 但是有 有一个叫什么引擎啊 是基于 是基于那个 谷歌API的 所以说要生成这个图表 还必须要联网 所以就很不爽 我就没用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什么 Gfree Char 还是什么 是专门去改造了 加巴下面的Gfree 专门改造了一个 在安卓下面用 我试了一下 呃 生成图是稍微好看一点 但是 它最差的是 不支持这个缩放 这个缩放 其实很重要吧 手机屏幕本来就小 你让 你如果能让用户 灵活的做这种缩放 他想看细节 看细节 这就很有用了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很有用 我就比较了一下 还是用这个试图 这两个我们记下来 有心情中 要下去研究 好吧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定时数据备份 这个定时数据备份 实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现在客户给你 提出这个要求 你现在做的是这个 记录他这个账单这个数据吧 这数据其实很重要 对不对 我如果不做备份 哪天我手机系统崩溃了 或者坏了 重发系统了 或者怎么样 账单数据全丢了 我出差出了一个多月 账全记在手机里边 结果回来之后 手机误删了 或者是手机系统重发了 结果数据全没了 那不全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这里边 还加上一个 数据备份 这个数据备份呢 我在这里边加的是什么呢 支持两种 一个是手动备份 就是 哦 这里边我还没有 填进来是吧 嗯 我把它这个也挪过来吧 这个手动备份也挪过来 我改到了哪个呢 我是改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我应该 这个还是不想直接覆盖 不然搞不好 谁知道这改了这么多代码 谁知道改到哪 覆盖完就完蛋了 还是有错就调活 一点点 把我实际干 这个事儿可不能省了 这个事儿可不能省了 我先把改在这里干嘛 就是我都签了服务 服务弄进来了之后 然后我这个处理了 这个键 这个事件 如果我在这里边没实现吗 我实现了呀 可能不小心又把这个代码给覆盖掉了 一会儿我拐我从头来找一下 这个先给粘贴过来 然后把什么代理粘贴过来 我去看看这个数据里边有没有数据 有数据对望这个粘贴过来之后 然后就 这个是有的 我可能刚才我打错网页 可能我之前是有这个电话 我就找不到 然后这个方法 比如这个方法 我们下设计定他 我们下设计定他 这个他 搞了 搞了之后 搞了 把这个打开 什么呀 这个影音 这个游戏 我还弄了一个 文件拷贝的一个类 这个 这个 文件拷贝 这个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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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是这个 这个还有变量的变量 它这个营量倒是挺多 这进来也没有什么判断 直接只管给你黑影弄这个流镜是不是 搞的就是挺傻的 还有一个service 我们这里边还用了service的广播 反正基本上 这一个项目里边 把最常用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用钱了 这位置也用了 广播也用了 好 好 用了两个广告 一边用来做数据备份 一边用来开机器 继续打入 这个用意电脑的用选择 把这个用选择 然后呢 这个用选择 这个用选择 按照时间的接口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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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把点击的接口给加进去 这样吧 妈呀 布局又上了一个 这都是一连串的 上一个都不行 那布局我用来做了个什么布局呢 这下布局又要报错了 布局又该报错了 布局又没报错 trust ms 哦 都搞了一个按钮 按钮在哪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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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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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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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Message這邊 為什麼 趕緊來 先填那個Fro 那邊 小寫是不是 吃飯嗎 嗯 怎么还报错 这个就是不敢断 扶盖就搞得很远 应该是这个 是这个 为什么给我报错 谈的是自然文件 这个 第二楼的我们也得搞 这个吧 我看一下它原来的这个秀 到底是秀了什么 秀卖自己 少封装了一个方法 我这里边还封装了一个方法 直接按ID 按ID网站 以前这里边没这个方法 这个 Long Showtime 这是改成Showtime 还哪儿报错 服务有疼吗 是这个 没错啊 这个没应用吗 没应用 好吧 还有地方 配置文件 这个全线也要填 你如果一旦要用开机引导 全线一定要填 知道吧 你不填的直接后果就是说 你会发现很奇怪 也不报错 但就是不引导 知道吧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可不要忘了 这个全线 这个都是消息 Reserver recerer 是吧 recerer 好吧 在弄之前呢 我们先把我们装好了这个费用固书那些箱里卸了 不然他们两个都显示 就搞了人比较容易头晕 你看又只用数据备份了 我现在设了十秒钟一备份 他就一直在那备份着 只要你开机就开始备份 或者是打开程序才也备份 应该是这个大写 是吧 都大写 还都一样 幸亏先先看一下 要不然还要删坐 把这先卸了 我看我这里边有没有写过什么地方 但是图标不对 图标我们得换一下 一直没有替换过这个图标 这次呢 我们把图标给它换成 iCon评计 iCon 然后这个 能运行一下 等几秒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 咱们把最后的这个 备份给它看一下 好吧 好 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定时备份的这个程序给挪过来 对吧 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已经开始不停的在执行备份了 这个备份文件我们给分分到哪儿呢 你看我们备份到这儿 看到这儿没 这个数据库 我把它给删掉 我把它给删掉 删掉了吧 然后呢 咱们 咱们要备份 备份了吗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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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